每年的6月到9月份就是澳洲维多利亚省的冬季 今年冬季都不算冬,5到以下的情况都很少 好像只有几天而已 今年的冬季就不太好,因为COVID的第二年 凤凰天气冬就开始来了,尤其是在印度边爆了Delta 接着很快地全遍全世界,我们的Delta就在美国那里传过来 在机场那里开始爆,接着雪梨就开始来了 接着很快地传到Victoria 我们都马上第五岛封城了 其实我们澳洲算是可以的,才面对COVID 在6月之前都控制得挺好的 我们都有正常生活,我们都去了很多地方旅行,吃东西 我们都跟朋友聚会,打边奴 不过,如果Delta杀到来,数字开始上升 就面对第六岛封城了,那这次的封城就很久了 最初都是只有几单,然后周长元就立即封城 接着一封就封了两个月 所以很幸运我们都有机会去雪山玩一下 因为知道一定要把握机会,一有自由的时候 你立即安排一些行程去玩 如果不是就很难搞,因为始终全球都爆到七赛 现在开始我们每个市民都要去打疫苗 当然啦,很多示威啊,游行啊,反封城,反疫苗啊 详细你可以看我其他影片啦 这样,这些其实都是把疫情牵涉了政治的 就把整件事政治化了 Anyway,落叶封城的时候都是网上学习啦 现在的小孩子学习真的非常困难啦 幸好他们现在都是小班 这样,这样都在家里都可以应付到 如果大过的话,那些就真的很困难啦 那我们再吃啦,Let's go in Grandma,Happy beauty grandma Happy grandma 唱歌 Why Should I kill you? 按按按按 Construction 哇,大包生小包啊 来来来,大和小包 好啊,要拍曲话就是小包啊 Grandma 年续两年生日呢 都在平城影响下, hacen tears 没得慶祝的 那,现在这次敞售老 loan 今次也很快,今次第六道工程前 之前那天就趕快和她吃完飯,然後回家 然後晚上就開始實施封城了 諾兒第一次她要補牙 不過她很乖,那個牙醫都說她乖乖 第二次在那裡抹大口,讓牙醫在那裡弄 她沒有哭,也沒有扭計,很冷靜 這個女孩很聽話 她把牙醫給他們很多汁 面對第六次封城這樣一切平常心 因為都不是第一次了 而麥爾本這個城市是全世界封城時間最長的 超過200天的了 但其實有效果的,因為它不是連續封200天 風下放下這樣,當中我們都可以享受到這個自由的 那最重要是那個心理狀態要比較好 不要看那麼多負面消息 不要將這個疫情又將政治掛勾 如果有信仰的話 就更加你要將一切交託給神 是不是 要打疫苗的話就一起打 全世界的人都打了這麼多 超過50億劑 我們這邊現在的政策就是 當全部市民打到七成以上 兩針以上就會開始逐步解封 開始就與病毒公轉 就過正常的生活 嘗試 這條腦其實是ok的 這個時間表 因為如果你又要開關 又不高針的話 那你有什麼辦法應對呢? 期間 啪 你 期間 to scare the night that's a really good guess and it makes sense he wanted to scare the night let's check the first sound to see oh it could be scare let's check the next sound you wanted to oh we've got a surprise he wanted to surprise the night that was a very good guess but that's why we have to be careful to check the first sounds he hid in the hallwa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r parents are going to ask them to take care of them for 24 hours to take care of them this is a bit of a difficult time but you can have more time for them to have more time to find them 子女,你可以教她很多東西,陪她玩,都是一個好事 凡事看你自己的心態,如果你要很悲觀地去面對你的人生 你就會越來越沮喪 面對困難的時候,你開心點,重溶點,樂觀點 你的心態會好一點 對,因為你很優勢 因為我大小 對,我們很辛苦 這是我的書 编書 我 我 我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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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要說他學不到東西 這裡教他應字 教他寫 他現在基本上 很多字都可以自己讀出來 還有可以寫到 老師不會要求他每個字寫得 寫得對 因為寫得不對才好 你不是死記 他是經過自己去思考 想一下字是怎樣寫 中文就要每天跟他練習 因為他學完 如果不用 中文字很快就忘記 所以就沒辦法 中文就一定要寫記 還有練習得多 冬季就是這麼多 因為都很少機會走出去拍照 所以都是OK的時間多 下次見 拜拜